10万订阅 又差你一个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猜Superman 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在昨天晚上 美股四大指数 除了纳斯达克以外 几乎都是收涨的啦 那纳斯达克也没有跌很多 几乎就是收在平盘附近 所以其实美股在 这几个交易日里面 我们认为它都是在一个 高档震荡的格局里面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当然 其中一个就是 今天晚上美国即将要公布 最新的PCE物价指数 而这一份PCE物价指数呢 我们认为非常的重要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市场 对于联准会并没有共识哦 联准会告诉我们说 今年还有升息两码的空间 可是市场现在的定价 没有很相信啦 大概你有一半一半的几率 是不会升到两码的 所以今天晚上的 这一份PCE物价指数的数据 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原因是如果今天这个通膨 比市场预期还要来的更高 哇那不行了 市场不得不相信联准会 今年还有可能升息两码 那如果这份数据公布出来呢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哇那市场就会开心了哦 市场就会怎么样 开始嚣张起来了 市场就会说啊 你联准会今年不用升息到两码 你再升一码就够了 所以这一份经济数据 对于联准会未来的货币政策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好吗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今天加权指数 虽然昨天美股是上涨的吧 可是加权指数呢 一样在我们录影这个时间点 跌了超过100点 虽然其中有大概46点 也就是差不多一半左右 是受到长荣除息70块钱影响 而长荣除息完以后 在今天直接亮灯涨停板 这样子的走法 其实让许多投资朋友蛮意外的 那当然也让我们蛮意外的 原因是因为除息这件事情 本身对于公司的价值 并不会带来什么样太大的改变 不过市场的情绪就是这个样子嘛 但是无论如何 在今天长荣除息完以后 加权指数是直接先蒸发掉了46点 那涨停板我们另外再算了 我们就单纯讲说除息70块这件事 所以呢一方面除全息的这一场大戏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里面 会不断的上演 那么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 虽然加权指数是在下跌的 可是贵买指数却是逆势上涨 而且已经连续涨了两天了 所以加权指数虽然在月线之下 可是贵买指数已经站稳月线 已经回到月线之上 这样子的走法分歧 当然也就隐含了目前市场上面的 资金动能跟结构 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好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方面先来帮大家解析 昨天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因为这些经济数据对于市场的一些情绪有影响 那么再来我们还要看一下台股 现在到底个股的结构涨什么样子 为什么加权指数在跌 有些股票会涨 那如果首创的股票没有涨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办 在最后的话 我们也来谈一下关于接下来下半年 因为时间准备要到2023年的7月了 今天这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时间到了下半年以后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去看待台股的行情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面要来跟大家聊的 在节目的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一个赞 那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在交易上面想要咨询都可以 播打我们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那么今天的标题下的非常的酷炫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下了一个叫做 意想不到的大涨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会让我们意想不到呢 等一下后面来跟大家讲 另外呢 我们也要来帮大家更新一下关于下半年的行情观点 我们稍微简单的快速回顾 今年2023年的上半年的行情 让很多人蛮意外的 包含我们自己也很意外 一个意外是什么 一个意外是经济衰退 也居然来的这么的慢 我们原本认为今年应该经济衰退 大概会落在第二季 很多的经济学家估计 美国的经济衰退 大概就是在第二季会开始出现 可是很显然的 从经济数据上面来观察 美国的第二季并不会出现衰退 那么第二个意外是什么 意外这个股市真的是涨太多了 我们经历了一整年的货币紧收政策 联准会不断的升息 然后呢过程又在缩表 从市场上面抽走了这么多的流动性 而且我们还中间卡了一个 美国的债务上限的危机 简单来讲 金融市场在上半年并没有这么的平静 可是股市呢 就是这样子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甚至已经涨到了 像是2021年的前高附近了 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了 所以这样子的涨幅 对很多投资朋友 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没有想过 可以涨这么多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行情会持续的走下去 不管它是多头还是空头 只要有趋势出现呢 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趋势去做交易 那重点就是到了下半年以后 我们要怎么去看现在的行情 下半年的经济衰退到底会不会出现 指数会不会出现修正 那么我们的个股又应该要怎么操作 这些观点我们先帮大家建立好 有了观点你才会有交易策略 好吗 我们来跟大家顺顺的把这个故事讲完 那昨天晚上的美股 我们就不用多讲了 稻穷涨的比较多 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大型银行股 他们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压力测试 那这些压力测试是全数通过 那全数通过的话 对于这些金融股来讲 当然是利多 所以稻穷涨了0.8个百分点 那么纳斯达克指数科技股 有很多的像是包含NVIDIA AMD 在最近的股价都是呈现涨多拉回的格局 所以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相对的比较 温吞一点 另外呢 还有美光的利空消息影响 所以说也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 大致上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美股的涨跌 也是盘中蛮波动的 但其实你说也没有涨很多 也没有跌很多 最近就是在一个高档横盘震荡的区间里面 没有往上涨破 也没有往下跌破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个股表现 那么昨天公布了什么经济数据 第一个 当周首次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还记得我们在前几个礼拜 有帮大家追踪这个数据嘛 当时这个首次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来到了近几年来的新高 所以市场会想说 劳动市场终于开始降温了 当劳动市场开始降温 市场就会预期 联准会不需要用这么激进的货币政策 你不用这么激烈的升息啊 你升一码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升到两码呢 可是呢 我们有跟大家讲过 当周首次请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数据 他每个礼拜公布一次嘛 那这个数据当然会上上下下波动啊 我们看到了 在前几个礼拜里面 这个请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是不是创新高 大家觉得劳动市场要转弱了以后呢 哇 这一个当周首次请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又掉下来了 原本市场认为呢 应该会维持在26.5万人 可是实际公布出来的数字是23.9万人 也就是这个数字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所以美国的劳动市场还是非常有任性 当劳动市场还有任性的话 我们就不太能够去预期说 这个通膨会降得非常快 因为大家都还有钱嘛 你劳工赚得到钱嘛 你口袋里面有钱 你就会拿去消费嘛 那当大家都在消费的时候呢 通膨就不容易快速降温 这个逻辑我们讲过很多次 再来第二个数据是美国的GDP 美国昨天公布的GDP 是第一季的中值 也就是最后拍板定案的这个数字 因为GDP就是一季会公布一次嘛 可是公布了 它会有所谓的初始值 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先公布 第二次公布的时候叫做修正值 我们针对第一次的数据稍微修正一下嘛 因为有新的data进来 我们要调整一下 到了第三次叫做中值 也就是最后的final 所以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一季的final 市场预期应该就是1.4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实际公布出来 哇不得了了 公布出来是2.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最近三季 也就是从去年的第三季 去年的第四季 还有今年的第一季 美国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不错 相对低速啦 我们一定要说是相对比较低速的成长步调里面 可是我们讲了 市场原本预期是在今年的第二季 美国就应该要开始步入衰退 连带的应该是预期 今年的第一季的数字表现也不会太好 可是呢 我们看到了结果 没有啊 数字一样表现得非常好啊 所以美国经济在这边的衰退 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的更晚 而今天这样子的衰退 比市场预期来的更晚的话 不就代表了美国现在经济很有韧性吗 我们讲过很多次 美国经济很有韧性 就代表你的通膨不会降温太快 希望这个逻辑是投资朋友能够记在脑袋里面的 只要美国的经济没有快速的降温 那么通膨就不会快速的降下来 好吗 那这样子的话连准会当然就有升息的底气 所以昨天这份数据公布出来以后呢 市场的一些想法上面就会有调整 因为你经济数据太好 劳动市场太强 所以市场开始慢慢的接受说 连准会今年真的有可能升息两码 可是证据还不够充分 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在昨天公布了红色箭头那个指的位置 是当周首次请领世界救济金人数公布的那一个瞬间 公布完以后 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直接跳升 为什么公债殖利率会跳升呢 它在反映的是未来的通膨 长天期的经济成长的预期 长天期的通膨的预期 长天期的公债反映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在数据公布完以后 我们刚刚已经把故事先跟大家讲了 不管是在劳动市场很强 还是在美国的GDP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的更强 都指向了美国现在的经济很有韧性 所以你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当然会往上走 为什么要讲殖利率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有买ETF 债券型的ETF 而债券型的ETF 你一定要去看殖利率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阵子跟大家介绍完 债券型的ETF 有跟大家讲过说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价格的一些观点是什么 长线的相对低档嘛 可是短线上面你要停看听 因为短线上面还有很多的事件会发生 特别是在市场对于联储会的货币政策 没有共事之前 这个价格都会持续波动 那他不会是说 我们买进以后就开始 债券的价格就马上往上涨 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还没有这么的明朗 记住长线的相对低档 但是短线上面还要再停看听一下 那么今天晚上最重要的数据就是 PCE物价指数 这一个PCE物价指数 整体的PCE应该还会继续的往下掉 原因就是因为能源的价格 其实回落的非常的明显 那么核心的PCE 其实还是大家必须要去关注的啦 那核心PCE上个月是4.7% 有没有 4.7% 这个月呢 市场预期大概是4.6到4.7 也就是大概是持平的 蓝色这条线 大家会发现核心PCE真的就是僵固 就是有黏性 它就是会吊在这边 而且呢 到了下半年 它可能还会吊在这个位置上面 当然应该是会慢慢的下来啦 只是这个下来的速度 不会像大家想的这么的快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核心PCE降温的速度非常的慢 蓝色这条线一直吊在这个位置上面 代表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还不够有限制性 那么货币政策不够有限制性的话 就代表联准会在未来还会继续升息 至于是可以升息一码还是升息两码 我们当然就是要看蓝色这条线下降的速度 是比较快的 如果下降的速度比较快 那联准会可能升息一码就好 如果这一条蓝色的线 真的就是死都不往下掉的话呢 也就是通膨僵固在这边 那么联准会就有很高的几率 会在今年升息两码 好不好 今天晚上请大家要一起盯着这个数据 那相关的分析呢 我们也会在下个礼拜来帮大家做一个追踪 好了 我们来赶快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今天加成指数下跌了100点嘛 我们说过了 下跌100点 长荣除息70块钱 对于加成指数的影响 大概就是46点 这些都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所以你扣掉了这个46点的跌幅以外呢 大概有50几点是其他股票贡献的 说实话也没有很多啦 以一个加成指数在万七附近的位置 你说一天跌50点 那个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的 就是正常的一个波动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中小型股的贵买指数 在今天是逆势上涨的哦 特别是在昨天加全指数 一样是在拉回修正嘛 对不对 加全指数在盘中的时候有拉回 可是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其实贵买指数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的表现 都明显的比加全指数还要来得更强 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就是我们本土的资金还是非常的积极 还是想要在盘面上面找到一些出入 那么从一些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说先获利了结了嘛 稍微调节一下 你手上有了钱以后 对有些人来讲 手上的现金是会咬人的 拿在手上感觉那个现金就会咬你 所以他们会想要把钱拿去买什么 转进一些还没有涨的低价股 还没有涨的低价股 所以为什么盘面上面会有这么明显的轮动格局 其实我们观察指数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那这样子的格局我们说过了 在短线上面还不会出现改变 也就是个股轮动还会创造非常多的机会 像是我们在两个礼拜前 有带我们的会员朋友布局的要胜嘛 这个人生胜利组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上面 也跟大家讲过了人生胜利组嘛 3XXX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这档就是什么 就是3207的要胜 那么要胜的话 我们最早是买在76.8 今天很顺利的股价已经涨到了三位数 已经突破百元 最高来到102 那么我们也请会员朋友在100块附近 先获利了结的卖出一半嘛 先卖一半嘛 因为我们当初的目标价就是认为说 股价有机会可以挑战三位数 那你说能不能真的顺利挑战 这件事情我们事后才会知道 那么很幸运的 股价今天真的突破了三位数 那么我们也就照原先的规划 我们在100块附近先获利卖出一半嘛 因为股价还很有动能 还很强 我们不要一次全部在这边卖掉 全部在这边卖掉 可能未来会追不回来 所以我们先做分批停列的动作 从76.8%涨到100块钱 那你小买个一张也是赚差不多2万4 2万3 2万4左右 小买个两张也是赚个5万块左右 所以这个涨幅已经来到了30% 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先做分批获利了结 算是一个不错的交易策略 进可攻退可守 那么他后面的故事 我们在昨天也分享在我们群组里面了 不管是在越南的扩厂 还是接到了政府的订单 还是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变压器 在接下来下半年会陆续的出货 我们对于这些股票背后的题材 跟故事还有基本面 其实研究的都非常透彻 那对于会员朋友来讲的话 就是稳稳的跟着我们的讯息去做操作 有机会的股票 我们就继续抱着 没机会的股票 我们就去做换股 好吗 再来呢 还有为什么叫意外的大涨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标题 叫做意外的大涨 哪一档股票很意外 1217的爱智慧 这档股票根本在前一阵子都没有人看 你在市场上面也不会看到 有人讲这档股票 可是我们选择在什么时候 6月26号 也就是端午节回来以后的第一个假日 我们带大家买了1217的爱智慧 为什么 传统上面的俗愿就告诉我们了 当你今天过了端午节以后 就是正式的进入夏季了 在端午节之前的天气 其实还都忽冷忽热 那个是会变化的 所以古人才会跟你讲说 在端午节过了之前 不要把你的厚的棉被收起来 因为你天气还会随时出现变化 端午节过了以后 不就正式进入夏季吗 而夏季就是传统的饮料 跟乳制品的旺季 那谁有在做 爱智慧就有在做 所以当时我们会去挑到爱智慧 其中一个逻辑当然就是 它有题材 第二个逻辑是因为它的技术形态 大家如果去切日可以去看的话 会发现它在礼拜一的时候 也就是6月26号 站上了供给的位置 股票站上了供给的位置 不代表它真的会喷猪 而是它有机会可以表态 那当然我们要去积极参与这样的机会 要拿出参与行情的勇气 所以我们就在礼拜一的时候进场试单 进场试单 然后股价也是这样子来回波动 前几天我们还是亏损了 还是亏损了 亏了大概2% 3%左右 很顺利的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发现不对 这只股票怎么开高 还走高 而且直接涨了3% 5% 然后就马上开始暂缓了 暂缓戳合 然后再过了不久以后 股价就攻上涨停板 1217的爱智慧是大股票 而且在过去又被当成是牛皮股 所以它能够涨停板 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原先的想法应该是 它会慢慢的堆上去 慢慢的堆上去 因为这档股票真的不太会涨停板 但是那就是最近运气是真的不错 那很幸运的股价攻上了涨停板 那我们也讲了这档股票不容易涨停板 所以只要涨停板 就会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获利了结的卖压 所以在攻上涨停板的第一时间 我们就请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涨停板附近就先获利一半 你先卖一半 你剩下来的一半 股价要涨就让获利奔跑 那股价要拉回修正到成本价附近 我们就出场 整体来看你这笔交易 基本上应该胜率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不好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 有一些关于台湾内需市场 内需循环的市场的题材 是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我们团队呢 当然也会来帮大家追踪这些题材 而不要只是会跟着市场一窝蜂的挤去说 我们要去买AI买AI 台股里面还有很多的题材 是等着我们去做挖掘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档股票 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的 就是劳斯莱斯嘛 劳斯莱斯是谁 1533的车王店 因为我们讲完的隔天以后 股价就拉上去 结果收盘还给我们收底 留了一根很长的上影线 非常的丑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们对于这档股票的后市 还是相当看好的 甚至在后来某一天节目 这个黄色的小光 那天跌 那天跌的4% 我们一样拿出来跟大家讲 然后呢 后来隔天股价又涨上去了 涨了半根涨停板 在今天呢 股价又重新的再创新高 股价来到了71.3 直接突破了前一根的新高 所以我们说了 前面的卖压消化完以后 股价就有机会再发动 所以有的时候 投资朋友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不要看到股价拉回 股价跌回来 就很害怕就很紧张 有时候筹码是需要换手 是需要去做沉淀的 那你沉淀完以后 如果这档股票 它还是有题材 有动能存在 它就有机会再发动一波攻势 而车王店这档股票呢 我们呢 在今天70元附近的时候 也是先 因为创新高了嘛 也是带我们的会员朋友 先获利了结一半 那你剩下来的股票呢 逻辑就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 进可攻退可守啦 那因为车王店的股价有拉回 我相信有在看我们节目的 或者是有在我们群組里面的投资朋友 有一些人也有买到这档股票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动态 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我们在70元附近的时候 已经先获利了结一半了 那剩下的股票呢 我们就守好停利点 这样子就OK 也是恭喜手上有持股的 会员朋友跟投资朋友 好不好 在接下来我们有机会 会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股票 那么还有哪一档股票呢 2323的中环 我们真的是讲了蛮多次的 那么中环在我们前面分享完以后 股价连续涨了好几天 结果呢 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莫名其妙来一根跌停 也没有到跌停啦 甚至连跌停都没有打到 可是就是已经跌9%了 跟跌停差不多 那跌完以后呢 第二天又继续跌 可是在跌的过程里面 我们跟大家提醒的是 股价拉回 反而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买点 那题材的跟故事 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 在以前的节目上面 那么我们认为啦 其实以中环目前的整个格局 都还是维持在多头的形态上面的话 那月线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位置 没有跌破月线之前呢 结构都不算转弱 所以我们认为这档股票在未来 还是蛮有机会的 特别是如果未来观光股的题材跟行情 再次起来的话 那中环就会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中环在今天 价钱指数跌了100点 超过100点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涨了将近3个百分点 所以说在稍微筹码震荡整理完 他说真的话 他也才拉回整理3天而已 我们买股票一定要有耐心嘛 你不能期待我今天买完以后 我马上就要喷啊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期待 你期待越高 那你失望就越大嘛 很多的股票我们买进完以后 他就在那边洗 洗了两个礼拜 才开始出现涨停板嘛 像我们耀胜也是一样啊 买完两个礼拜才涨停板啊 很多股票我们六月初买 到了六月中下旬的时候 才开始发动啊 但是你一定要先提前进场 再低档卡位 你后面涨起来 你才不用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不要追上去 所以这就是买在成本比较低的好处嘛 那这个代价 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面对股票 你要有耐心嘛 你要有耐心嘛 你对这些股票 他是有机会的股票 他有动能存在 他是有机会可以亮出涨停板的股票 那么我们就多给他一点耐心 那只要没有跌破一些关键价位 形态没有转弱 那这些股票在未来都还很有机会 所以在中环今天逆势上涨的三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股价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挑战前波高点啦 好不好 那么最后我们来赶快讲一下说 关于下半年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其实以加权指数现在的走法 因为现在最近会有不断的出全息 所以台股应该还会再蒸发个一两百点 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疑虑啦 那么在指数蒸发的过程里面 形态看起来会比较弱一点 不过呢 虽然现在指数已经跌破了月线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黄色圈圈圈圈起来的地方 那个是月线的扣底值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月线现在的扣底值 还是算是比较低的 所以月线没有立即下弯的风险 所谓指数重错啦 那月线没有立即下弯的风险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指数就还有机会重新站回月线 好不好 所以加权指数在目前呢 你说它要马上的下跌 要成这个月线要成为盖头反压 还要再等一下 还要再等一下 至少这个扣底值应该还要在一个礼拜 才会来到两个礼拜才会来到高位 如果到时候指数一直没有成功的收上去的话 那个时候大家才要留意风险 但是相对的贵买指数呢 强强到不得了 贵买指数呢 连续涨了三天 连续涨了三天 而且已经顺利的收回月线之上 准备要去挑战前一波的高点 所以中小型股轮动的格局既然这么的明显 我们也不需要去预设立场说啊 在这个地方行情就要结束了 行情就要over了 既然行情还能够继续轮动 那我们就要在盘面上面去把握机会嘛 你才有机会可以去买到像是耀剩嘛 买到像是中环嘛 你才能买到像是车王店嘛 买到爱之味嘛 我们在整个六月份其实交易了不少的股票 那有一些也是停损出场啦 你说赔个3% 5% 7% 我们可能就出场 可是如果今天你能买到像是耀剩 一档涨30% 能买到2468的滑金 一档涨50% 那你这样子慢慢的 你赚都想办法让他赚超过10%嘛 那赔的我们尽量控制在10%以内 你长期的赚多赔少 那你的绩效当然就会稳稳的往上堆 而在现阶段你能够挑到对的股票 你是需要依靠逻辑 而不是在那边射飞标乱拆 所以我们能够选到这么多会大涨的股票 代表我们在选股的逻辑跟方向上面 应该算是不错的 那不代表我们买的每一档股票都会大涨嘛 只是至少知道我们的胜率会比市场的其他人 还要来的更高 所以贵买指数已经率先的转强了 已经成功的站上月线了 行情没有要在这边休息的意思 我们还是鼓励投资朋友拿出参与行情的勇气 至于下半年的话呢 你说指数要再继续的往上攻击 挑战万八再创新高 这个现在讲都有点太早了 我们单纯就先以高档横盘整理的格局 来去看待现阶段的行情 那么震荡就很容易出标股 大量的资金会开始往其他的股票去走 我们就要去盯紧这些资金 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那么我们就往最有机会的地方去做卡位 那就耐心等待 有机会发动 我们就走好停力策略 机械式的操作 我们不断的重复去做正确的事情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 我相信总会遇到属于我们的行情 适合我们行情的时刻 到时候就可以打出一波非常漂亮的绩效 那么也是在最后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的P11真的要看一下 那么至于更多的个股还有产业的分享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也会来帮大家持续追踪最新的财经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by bwd6 by bwd6